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这几天啊就是有个事我只真的越想越想不通 就是我实在是不能理解 就是中国人好像突然开始疯狂的仇恨以色列 也就是犹太人 然后对这个巴勒斯坦的爱就空前的热忱起来了 就是我怎么想都觉得中国人实在是跟 这两个国家和民族的恩怨就是八竿子打不着啊 我就先给大家看个笑话吧 这个呢就是 就是有一位这个 就是这个原推他说是啊 这个觉得这是我如此伟大的胜利 那就应该在这个墙内大肆宣传对吧 就说六四 然后他发给我是白费劲了 然后因为可能有私信说他骂他之类的 那下面就有一个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微博上的那一位是一样啊 或者只是借用他的名字 下面说说 微博的鹰犬封禁了我的账号 犹太资本已经如此猖狂 我该怎么转发我周围男女老少一提起 木田贼人不恨的咬牙切齿 说真的就是我没有想到在这个小粉红的脑子里面就是印象中 微博居然都已经在犹太人的这个控制之下了 那你说美国是犹太人掌握 中国也是犹太人掌握 那以色列现在还需要打什么哈马斯啊 就是他早就控制全世界了对不对 而且呢就是一天天呢都可以在这个微博上面就是你一直骂这个以色列和犹太人 你把他们骂的死去活来的 但是在这些平台上面你却不能够说中共一句不好 就是我希望小粉红可以用这个残缺的脑子稍微的想一下 你觉得到底是谁掌握了中国呢 当然了有现在这样的成绩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这种社交媒体 然后呢新闻媒体各方面的这个宣传公式之下呢 是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已经达到了 中国人现在真的是投入了一个巨大的热情在里面的 特别是就是年轻以代更容易被影响 像广州和贵州这两个地方居然在6月4日那一天 就是有学生就是在校园里面他们呼吁解放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好 心疆 好 我真的有点搞不清楚 他们是真的想要解放巴勒斯坦 还是拿这个来怎么说呢 当代仓 因为巴勒斯坦的国旗和中国的国旗放在一起 我真的觉得有一点讽刺 但是我看起来他们应该是认真的 就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 就是你说不能为自己争取权益 然后不能为自己抗议 嘴上提了中国其实都已经是大罪国了 但是可以这样提别的国家 对对对 当然了必须得是中国政府 就是中共政府受益之下的别的国家 我想如果说在中国聚集一群人 你高喊解放以色列的话 恐怕是不能行的 当然了最不能喊的就是解放中国 关注别的国家的人权问题 当然没问题 这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自己就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权的国家 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呢 更何况我觉得如果是真心实义 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些学生也好 或者是成年人也好 就中国人 我觉得这些人是完全不了解巴勒斯坦的 就是可能不太知道真正的 就是巴勒斯坦为什么一直没有能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我相信这些人可能会说都是以色列害的 问题就在于以色列他总共才建国多久 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建国之前 巴勒斯坦也一直都没能成功建立一个国家呢 就是他这个民族很复杂 直接简单来告诉大家结论 就是巴勒斯坦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可以说是巴勒斯坦人民自己的选择 是的 其实巴勒斯坦在很早之前就有很多机会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了 特别是在最近就是二战之后重建世界秩序的时候 其实国际上给了巴勒斯坦不止一次的机会 但是每一次巴勒斯坦人民他们全部都选错了 包括现在的哈马斯也是巴勒斯坦人自己选择的 我在上一期会员频道里面有说到 就是有朋友问我说中国十年内就能民主 这个说法我怎么看 我当时就直接回答说是不可能在十年之内民主 这就是巴勒斯坦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原因之一 就是当一个国家 它的大部分的人民对这个民主是一窍不通的状态之下 而且完全不具备民主素养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胜任公民这个身份的 你贸然的去让他们拥有选票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 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现在就从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 你就让他去开这个飞机 你说就是一个他连操作版他都看不明白的一个人 你说他怎么去开呢 我们没有要求他必须实际开过啊 哪怕只是先让这个人你说他熟悉一下操作版 然后整个的飞行流程 然后你再让他去开 就是也不能说就是让他什么都不知道 就直接开始开飞机吧 那么多人命呢对不对 你说不能拿来试错就开玩笑 再走走弯路吧 这只是国家发展中走的一个弯路 一个试错 就这种话说一次在中国就是几百几千万人的命啊 很多就是可能不太了解民主的朋友会觉得啊 不就是一人一票拿去投吗 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吗 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 至少在我的了解来看 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实际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可以说很多人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但是只要他具备的人数 在一个这个国家占据一定的数量就可以了 你指望这个国家大部分的人民都具备这个公民的完美的素养的话 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真正的公民对于国家其实是有责任的啊 就是公民手里的选票 其实比这个不了解民主的人所认为的要重要的多 也严肃的多 我知道很多人会有就是反正那么多人去投我这一票无所谓的一种想法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的政府都非常的在乎这个投票率呢 不管是哪一个党 因为每个公民的发声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谁的那一票会成为最关键 甚至可以影响整个国家走向的那一票 所以说他们都在一直每次到大选的时候都会呼吁尽量的每一个民众都去投出自己的选择 那中国想要民主的话 就中国人本身现在的状况来说 就已经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去改造他们了 更别说其他的一些困难了 那我在这个问答视频里面已经说过了 就不在这里再多赘述了 至于中国现在的学生为什么对于巴基斯坦是这么一种印象啊 我觉得中国的新闻媒体肯定是负全责嘛 大家就是还记得前两天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申请 对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发布逮捕令的这个事儿吗 这个事儿啊当时在中国的报道和全部都是 国际刑事法院申请对以色列总理发布逮捕令 他们是只字没有提对哈马斯的逮捕令 但实际上是同事对他们双方申请这个逮捕令了对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件事情看整个全部了 其实就是从这个巴以战争以来 中国对于两方的一个报道一直都是选择性的 就一件两件就算了 但是很多件的累积之下你说本来是中立或者不太了解的中国人会怎么去站选择自己的立场呢 因为他们对这个以色列和巴基斯坦都不了解 那么在中国媒体这样的一种单方面的这个渲染之下 他们就当然很容易就对以色列和巴基斯坦 他们当然就会对这个双方的印象产生比较大的一个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他们是丛林然后直接接收的全部都是中国传输过来的一些信息和资讯 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中国媒体就是不管是内宣还是外宣 它基本上都是用五种方式来进行这个宣传工作的 我真的就是非常推荐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一期啊 像这种报道真实的事件 但是选择并截取一部分 从而对接收到的观众产生误导的 那么就是其中的一种他们常用的方法 有很多人都觉得这很正常都是这么做的 其实不是的啊 就是因为这儿八经的这个新闻媒体 就是非娱乐性的新闻媒体 它实际上就是这个行业的潜规则的实际上 就是大家应该遵守的一个原则 就是有责任和义务 讲明白这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并且呢尽量保持完整 也就是说关于具体的事情事件的报道的时候呢 要尽量客观 不能够有主观的 我认为就是那些撰写文章的这些记者们 当然了因为人性就在这摆着 所以很难做到完全的客观 也不会存在有这个新闻媒体做到这一点 大家都是有一些偏向的 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点引导吧 有一点立场 但是呢像这种中国这样子 就是对于一件事 它完全进行一个编辑 然后直接减掉非常主要的部分 然后呢选择性报道的 我觉得在新闻界其实真的是很炸裂的存在 特别是在中国像发布这些内容的那些新闻媒体 都被称作权威媒体 大家是拿这个来当作正确答案的 还有就是 还有件事情啊 就是中国人已经开始抵制 像是什么迪士尼啊 香奈尔啊 麦当劳啊 之类的超级大品牌 各种各样的国际品牌 有人专门整理了一个表格 大家看啊 就是希望和平 不要做帮凶 这个凶他也不敢打出来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然后说抵制 所有的犹太品牌 什么迪士尼计划 以色列捐款200万 香奈尔计划捐400万 麦当劳给以色列提供4000份套餐 亚舍兰奈给以色列捐款 美国给以色列提供38亿等等等等 下面列了一大堆 哇真的真的真的挺多的 然后下面呢 再来一个这个情绪渲染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带货的主播吗 然后他说 亚舍兰品牌方已同意退货退款申请 是以色列的金主 购买的每一瓶化妆品 都是投向巴勒斯坦的 妇女儿童的炸弹 就是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呢 要抵制一些品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迪士尼的官方的频道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满阳光 看看星辰就达 方法每一件事都变得和谢 只要你 With a smile and a sun 没错他们抵制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品牌给以色列捐款了 他们觉得这是在 助纣为虐 首先啊我真的说过很多很多次了 就是战争只会给所有参与者带来灾难 这是必须的 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打一场仗 不管你是受害方 还是你是那个加害方 其实你们双方都是必然有损失的 所以说发起战争的那一方 无论有什么理由都是原罪 这就是我的一个看法 因为你很难说清楚 在这场战争里面 谁杀人更多 或者说谁做错做对了更多事情 但是他发起这场战争了 才导致了后续的一切的发生 对不对 那这个事呢我们就简单的从这个双方的视角来看一下 以色列一直都宣传的是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 他天天拿妇女儿童当挡箭牌 然后呢他们自己害死了很多 甚至说他们去残杀了很多 然后呢就额到了这个 以色列的身上 那之前就官方有报出来过吗 哈马斯他的基地建造的所有的地点 还有他们选取的地点 全部都在学校旁边几乎 也就是说他们是很刻意的在引导 让以色列的炸弹可以炸到一些无辜的人身上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是有可信度的 接着就是哈马斯他说以色列轰炸了学校 并且屠杀很多的平民 所以是恐怖组织 那既然在打仗 你说那以色列肯定不可能一个平民都没杀 对不对 这也肯定是不合理的 总的来说啊 我认为这双方说的事情可能都发生过 但是他们难免双方都有夸大的一个成分 可是问题是 现在发生的所有的人间惨剧 这些所有在这场战争中被害死的人 都是为什么才会遭此难啊 因为打仗了对不对 那这个战争是谁开启的 就是现在啊 那个哈马斯在那个音乐节上绑架的人质 都还没放回去呢 所有被绑去的女生网络上都有视频 然后前几天还流出来了新的视频 中国当然也没有完全没有报道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不难想象他们遭受了什么 就是他们身上的血就知道了 就是而且他们现在还在继续被折磨 但关于这件事情中国是只字未提的 刚刚我前面最开始已经说过了 就是在八夜战争这场报道中 中国从来都没有说中立过 当然了也是暗地里的偏心 这样就显得更加的没品了 你都不敢站出来直接支持 突然我就特别想问这些人啊 就是如果中国现在突然被一个国家闯入了自己的领地 然后呢带走了一堆的中国人做人质 用各种方法折磨他们 甚至有很多都被折磨致死致残 或者是精神出现了问题 这个时候你说中国要不要向这个国家反反击呢 就是我知道中国可能不敢或者不会啊 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觉得可能只会严厉谴责吧 甚至中国国内你们都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 就像是被骗去缅甸的 前前后后其实差不多有10万人 很多都已经被折磨没了 根本不知道具体死了多少在里面 中国在那么多年的时间之内一直都没有任何回应的 直到因为某些原因才去解救了这些人 完全不是因为为了这些人啊 而且呢还不让问 既然这么快就可以拿下把这个窝给端了解救人出来 那之前那么多年干嘛去了 不让问这个问题 你知道问这个问题装死删除 难不说这就是这个中国人 你们认为以色列不该反击的一个原因吗 他反击就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原因吗 就是以色列难道应该就 不应该在乎那些人质的死活对吧 反正人数也没有那么多 你现在打仗不是死了更多人 然后以色列就应该任由那些人去死 你们是这样子认为的吗 我们就不说哈马斯他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极端恐怖的恐怖组织 他做事没有任何的底线 就是说一点人性都没有 在这场战争之前我相信 大部分现在就是说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人 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 但战争一开打 因为以色列确实在各方面都比哈马斯强太多了 是碾压式的 他们是不在一个维度上面的 所以就压着哈马斯打 哈马斯的伤亡自然就更严重 以色列就变成恐怖组织了 就是哈马斯之前那么多年 他残害的那么多人 就不算数了 就立刻不可以被原谅了 然后这场战争也是哈马斯挑起的 也就不算他的错了 你说你既然明确的知道你自己打不过 你知道自己的人民会因此遭难 然后会被压着打 你为什么还要罔顾他们的生命去挑起这场战争呢 去绑架人家那么多人呢 哈马斯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统治 这一点就是说 哈马斯它是必须极端才能生存的一个组织 他们是不能去追求和平的 因为一旦和平了你说哪还有恐怖组织极端组织的生存余地啊 大家可以例比一下黑社会 就是黑社会想要洗白能有多难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那中间的阻力有多少 要去抛弃多少的一个利益 你说哈马斯那个领导者他会愿意吗 更何况对于这种恐怖组织来说 他们整个组织核心的凝聚力就是靠极端思想 你一旦和平的话 那这个组织会厉害就散掉了 因为光你下面的人 你就没有办法给他们洗脑 然后笼络人心了 所以说不可能的 那能搞明白这个道理吗 现在他们双方肯 因为是现代战争 所以肯定是会有信息和舆论方面的战的 所以真的太多太多了 我不希望就是被任何一方带着跑 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得去抽丝剥茧的 去想那个双方他们最最最最最最开始的 那个动机是什么 这件事情发生的最最最最开始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哈马斯他在明知道自己完全不可能 打得过以色列的情况之下 你说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他们其实完全就是为了自己 特别是哈马斯那些领导者们赚了不少吧 完全就是他们不管不顾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生命啊 现在呢还要以此为筹码来向全世界施压 好像自己是被害者 就是明明自己是失害方啊 我就很想知道就是这些人到底是因为谁才死的呀 就像文革期间死掉的人 我们当然应该怪红卫兵 因为他们斗死了那么多人 他们是直接加害者 但是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没有问题吧 这个认知 就是如果说他不发起这场运动的话 你说红卫兵怎么去害死那么多人 哈马斯不去招惹以色列的话 这场战争会这样子打起来吗 现在会死这么多人吗 肯定不会的嘛 我就只说现在 这场战争双方的伤亡 难道不应该由哈马斯负责吗 不谈过去的原因很简单啊 就是因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历史恩怨 这谁能白扯清楚啊 就是分别站在双方的立场上写的书 可以说是多如牛芒 我看了很多很多本 双方立场我都有看过 我觉得完全就是婆说婆有理 习说习有理 巴以的关系比婆媳关系还难理清楚 你真的没有办法说出来一个对错 就是谁到底是对的 谁到底是错的 谁到底是无辜的 谁到底是有责任的 几千年了 他们纠缠了 我就真的已经扯不清楚了 就是谁欠谁的 所以说我希望就是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陷入这个逻辑怪圈了 我们就着眼当下 就是我也想不通 就是什么时候你说发起战争的那一方 在战争中成了战礼的那一方了 然后战争打起来了 你说总不能是 只要他武力值更高 那他就绝对有错 对吧 你这个判断很不讲道理嘛 那他武力强 他自然杀伤力就强啊 而关于这一点 我其实之前已经详细说过了 那我也就不再多说了今天 好的 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加入会员频道 每个月都有会员专属的问答视频 出于安全考虑 所以说个人隐私的问题是不回答的 但是除此之外 基本上所有的问题我全部都会回答的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